加工食品 损害大脑记忆力 总觉得吃完东西昏昏欲睡 专注力下降 还是吃完以后又饿又渴 快检视自己是不是吃太多加工食品 最新一项研究发现 连续四周都吃下加工食品 会导致大脑出现强烈发炎反应外 也有记忆丧失的现象 小心这些脑袋混沌不清的症状 可能都是因为你吃错东西了 精致食物 加工食品不好吗 记忆力减退 大脑发炎迹象 近年来饮食概念越来越提倡 原型食物 Hole Food 尽量多吃没有额外添加物 越接近食物原貌越好 而加工食品通常有几个特性 包含都是长时间包装 保存时间很长 例如薯片和零食 或是可以冷冻起来熟食肉类 意大利面等 若没有看成分标示 很难知道详尽内容物 举例像是地瓜就是圆形食物 面包就是加工食物 加工食物除了容易导致肥胖 和第二型糖尿病有关之外 专家更进步想探讨不健康的饮食 可能会引发哪些身体变化 特别关注在大脑中海马回体和杏仁和区域 因此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研究人员 在实验中降年轻老鼠 年老老鼠又各自分成两组 一组吃正常食物中 另一组吃高度加工食品 研究人员发现如果是吃 加工食品的老年老鼠 在行为实验中明显表现出记忆力减退迹象 大脑发炎状况虽然在年轻老鼠身上并不明显 但老年老鼠会忘记几天前 才待在同一个空间过 学习力、记忆力都受到影响 推测大脑中性人和存在异常 但对照如果是吃加工食品的年轻老鼠当中 却没有检测神经发炎和认知影响问题 额外补充DHA 别让发炎反应继续加剧 如此迅速地看到这些影响事实 确实有点令人担忧 资深研究作者 俄亥俄州立大学行为医学研究所的研究员 行为健康副教授巴里恩托斯 Ruth Buriantos表示 由于大脑的性人和与情绪有关 通常引发恐惧 焦虑与过往的记忆有关 巴里恩托斯教授坦言 如果大脑的这个区域功能失调 可能会错过预测危险的线索 并可能导致错误的决定 为了消弭加工食品带来的伤害 研究人员也让老鼠们额外补充DHA 结果研究也意外发现 当老年老鼠使用加工食品后补充DHA 是有效地防止大脑中继续升高发炎反应 几乎可以预防记忆衰退的问题 DHA全名是22碳6C酸 是神经发展非常重要的营养素 通常存在于鱼类 其他海鲜中确实已经发现能在大脑中抵御炎症反应 但千万别因此狂吃垃圾食物后 再来开始补充DHA 不要再昏昏欲睡 记忆力退化 整体饮食调整才是关键 巴里恩托斯教授说 不要将结果解释为只要服用DHA补充剂 就可以大肆享用加工食品 防止精致食物 加工食品带给人体的负面影响 重点应着重在整体饮食的调整 该篇研究10月才发表在 The Journal Brain Behavior and Immunity 期刊上 研究中最后则是呼吁 民众可以减少日常生活中的加工食品 并多增加富含Omega-3脂肪酸DHA的食物 以防止减缓大脑发炎的状况 每次决定要吃什么食物前 不妨先想想自己大脑的状况好不好 审慎的有意识的选择食物 健康生活编辑部